今天年也过完了 正月十五的月亮也圆了 家里边都清静了吧 特别是各位老伙伴家里 那孩子该上班的都上班了 家里边明显的消停了 是吧 你看啊 咱们年轻的伙伴 一天忙不到刀的有个事干 是吧 觉得时间过得挺快 老伙伴们天天没啥事啊 是吧 一旦要是真有人 找他去会他干点啥 那都可乐意了 但是 我又但是了啊 各位老伙伴们啊注意 咱这老伙伴可不能说 跟不认识的人就走 我看有的老伙伴 一听这话妈的我一眼 怎么的呀小刚啊 还当我们小孩啊 我还能跟不认识人走 还能拐走是咋的 不是拐走不拐走 我那意思呢 就是陌生人叫你去干啥呀 让你除去 咱多个心眼 北京有个金伙伴 这不就是教训吗 这金伙伴今年呢 82岁了 去年夏天的时候 老太太呢 一个人在家 接着个电话 喂大姨呀 身子骨还挺好吧 啊 好好 你谁呀 我呀大姨 你想不起来我了 就那个老谁呀 那小谁嘛 小谁呀 老太太还没想起来 但是架不住那边热情啊 你把锅满枯腿 含水石头一杯 我是谁为了谁 大姨呀 怎么想不起来你忘了呢 你在我这买过东西呀 当时咱俩捞得可好了吗 这不吗 现在咱们公司 有一个回馈客户的活动 请老客户吃饭 我一下子想起了你 咱俩这么投缘 这事我指定我得叫着你呀 这金伙伴一听 请吃饭 那不去白不去 主要是自个儿在家待 没啥事 行 同意了 这老太太还挺乐意凑热闹 到日子就去了 这个订着饭店嘛 还离他家不远的一个饭店 当然了 人家请吃饭 肯定不只是这个金伙伴一个人 一起去的有十多个 都是上岁数的啊 都是老伙伴 全都听说是回馈老客户吗 这就都来了 饭桌上呢 还有一个人 说是一位讲师 跟这个闹跟那个说 我反正气氛长得挺热烈 过一会儿进入正题了 各位叔叔阿姨啊 多余的话不提 今天咱们来相聚 大伙是真有福气 请看这个 他拿出一个盒东西 这盒东西呢 他说这叫PQQ 说这玩意是保健品 中国名听说挺老长的 记不住 反正就说叫PQQ 这个PQQ可不一般 成果史无前例 功效十分明显 不说包式百病吧 但是老伙伴们的各种症状 用了它都能够减轻 大爷 你平时有啥不舒服的 我血压有点高 血压高不用怕 PQQ拿回家 适量 适量吃 别着急 省着血压 变太低 大爷 你什么毛病 我还是多年的关节炎了 正对 关节炎贼拉腾 没有PQQ可不行 吃上一盒 你再看 那跟关节炎 永远说再见 就他这一顿忽悠 饭局上这些老伙伴们 那你有的难免 就听得 就活犯心思了 在家人家说了 所以这一套 外边都卖九千多块钱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都是老客户 七千五就卖你们 这金伙伴一听 便宜一千五啊 就动心了 跟讲师一打听一问 讲师那可老热情了 大爷啊 我知道您 您可是老客户了 微微微IP 您跟别人可不能一样 您为了家庭 操碎了心磨破了嘴 身板差点没泪回 你是谁 为了谁 你的兄弟姐妹都流泪 辛苦一大位的了 大爷 必须对自己好一点 这个保健品 别人七千五 给你五千一套 你看怎么样 妈呀 那更行呢 这金伙伴老太太 二话没说 回家求了五千块钱 直接买回去一套 不用问了 根据我这么多年 说过的诈骗套路 借就算成了 除了金伙伴 当场还有另外一个老伙伴 直接交了 不是两千啊 两万 那买的更多 你别看这一桌饭菜 请了十几个老伙伴 最后呢 就俩交钱的 但是就算一个交钱的 他们也都挣啊 你算那一桌席能多钱 是不是 根据了解这一套 五千块钱的所谓保健品啊 进货价 各位 你们猜一猜伙伴们 多少钱 谁说九十 那都算对得起你 九块 你说这中间得多大水分 关键是你这东西 要真好使也行 啥病都能治 那可能吗 你说 不管他成本多钱 这都不是钱的事 我就怕有的老伙伴 就真因为信这些个 这些个骗人的保健品 药也不吃了 病也不看了 成天就鼓着症儿了 再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 你就算是正经保健品 那也绝对不能代替药物的 它只不过 是对你身体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有病赶紧上正经医院去治病 真的 正经的都这样 你更别说骗子了 所以说以后啊 凡是说保健品能治病 能包治百病的 什么治疗成功率达到百分之多少多少多少的 你放心 都不是啥正经玩意儿 各位老伙伴们可别再上当了 我求求你们了 特别是这种 也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电话 你都想不起来他是谁 叫你去聚餐 你去无缘无故的 去体验又这个那个的 不认识的人 咱干脆就不去 咱也不唱那一顿饭呢 是不是 也别给那些人忽悠的机会 啊 咱也不唱那一顿饭呢 咱也不唱那一顿谁